我对她这个性感女神这个称号 真的是又爱又恨 可能天生就是注定 我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人吧 精神压力让我们都快逼疯了 真的 我觉得我跟性感这两个字算是一种缘分吧 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拍的戏就是比较性感的 后来就被定位到性感女神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大部分的人给我定义都是性感方面的 所以好像不喜欢会多一点 没有办法 如果你现在去网上搜索我的信息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出来 我一出道的时候 很多都是性感的照片什么的 那个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否决它 来了百万粉丝节目 都给我多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其实我要展现我的其他的一些方面 我并不是完全否决了性感的这个词 像我们去穿一些衣服可能稍微穿合身一点的就会被别人说到就在卖浓身材 可是我又不能因为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些说法 然后就变成穿非常宽松的衣服 男生的那种衣服 并不是说我要过去展现什么 我相信大家在节目里面应该有看到 其实我穿的衣服算比较保守了 只是说衣服可能会比较紧身 然后玲珑有质一点 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 我会看到很多女生其实打扮得非常朴素 可是那个动作我也是做不了的 大家把这个游戏看得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 大家就是要24小时的朝夕相对 我真的觉得这里真的压力非常大 精神压力让我们都快逼疯了 真的 我觉得所有人对我的质疑 很多东西都是人为造成的 虽然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 是要做自己就好了 可是在这里真的就算你好好做自己 他们眼睛也看到了 但是他们仍然是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或者是不停地去洗自己的脑子 就告诉自己他就是我的对手 然后我就是要打倒他 我们的行为24小时被直播着 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假的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亲耳亲眼 过来看见听见 用心去赶会 去理会真正的张卵牙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